對 我想在半場他們沒有那麼熟悉的情況下 尤其是他們換了這麼多的洋將 我覺得在搭配上面肯定是要點時間去摸 中線底角三半還是沒 哇 又有幾個快攻機會 直接要挑戰吳永勝兩位拿到 現在如果是 打到Walshman 也沒記得出手 繞了一圈 六球在底角三分抖擊 哇 這兩天俊翔在WALPEN的情況下 命中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啊 簡單的處理球的方式 對 而且如果說可以提高命中率 接近藍光的攻擊的話 可能讓對方有所轉攻少一點 可是三分球 哇 六球 連續兩天在本魯 哇 漂亮俊翔的防守 還是給了捷克很大壓力喔 對 可能還是一樣的問題喔 可能要保持更多球的流動喔 這一球讓周一翔給守下來 看來狀況並不是太好啊 對 現在勇士最重要的課題應該是先把 哇 周曉 但俊翔今天 瞬間最重要的課題 包放 阿倪 先把你搭緊 輕盈的包夾再給到小白 殺進來 給到巨翔三分線外 要控了 4秒鐘 這下半場的爆發 是嗎 又是周宇翔 大家比較客氣了一點 在進攻上 今天沒有極限的季翔 又夾進來 這也是要挑戰40分的意思 太誇張了 三分線完又出手 40分了 今天下半場5分3分9 40分 好